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上至银发老人 下至儿童青少年 随时随地低头刷手机的现象 已经非常普遍 然而长时间盯着手机看 就会产生手机病 也就是过度依赖手机 而产生的病态现象 影响身心健康 美国手机之父马丁·库帕认为 现代人确实过于频繁刷手机 但是他相信 人们迟早会醒悟 适时放下手机 跟手机问 看来也很多 他们会变得在这些人 我们应该在这些人的电视角度 在这些人的电视角度 他们会拥有把人的电视角度 他们要做得到 他们要做得到 我们必须要做的 人必须要做得到 我必须要做出一个人 我必须要做出一个人 的人看到他们的电视角度 在这些人 他们要做出一个人 很容易被人的电视角度 50年前 库帕与研究团队成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无线手机 他当时拨通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恩格尔 而这部手机的诞生宣告着无线通信时代的开始 随着技术的演变 如今的智能手机几乎无所不能 这名手机界的鼻祖表示 手机在未来可能会彻底改变教育 医疗保健等等领域 智能手机或许将由人工智能管理甚至更加客制化 但人们必须自律 不过度依赖手机